煤坡泊油 周遭慢炒橫升 一路向前 坡度持續向上 不過最多行駛到這 就該停止 前方兩根鐵柱拉起鐵鏈 防止車輛進入 但卻防不了所有人 鐵柱用起來 然後鐵鏈拉起來 還是被這樣子強行進入 位於南投埔里鯉魚潭周邊的 終極山 蜈蚣輪山 近年來不只吸引登山客 一睹自然景色 假日還出現另一群人的身影 撐群結隊開著鄉親車遠道而來 開到定點後 就會把運載來的越野機車放下 開始挑戰山林 土石間也留下胎痕深溝 上個禮拜六二十多台吧 左邊一定是從那個山谷那邊放 蜈蚣輪山輪線設有反火道 居民槓上越野機車騎士 控訴土石因而鬆動 還因此因為大雨沖刷流失 發現就是那個道路的那個土 會比較很像流失掉 路徑的山溝 就它有明顯的加深 領館處說明 目前已經在登山口 設立告示牌鐵柱跟鐵鏈 規定禁止車輛進入 包含越野機車也不行 應闖違規 最終會被罰款六千元 滿頭鄰居管理處 會持續會同警方 進行勸導及取締 但近年來 越野機車這項運動 越來越多愛好者加入 在各地山區 不定期合法申請舉辦賽事 越野騎士也不會延 他們以不破壞自然為前提 挑戰快趕 又要與居民達成共識 現在看來還有一段路要走 三立新聞吳坤與李建營 南投報導